布林肯访华之前 中国高调接待比尔盖茨 处理矛盾 开始加强源头治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飞 本周三中国外交部 与美国国务院同时宣布了 经过双方协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 6月18日开始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华 有人就问我 布林肯来干嘛 我说你不知道 京东 天猫 勒巴有活动 其实针对这次中美的外交互动 我看到网上乐观的 跟悲观的声音都有 有些声音就很自信 认为美国现在 不得不向中国低头了 不过也有媒体说 布林肯这次是强行访问 要逼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这个观点就太没自信了 我没法认同 如果中方不想见他 难道他还能带兵打进来吗 这些媒体貌似是没有想明白 中国现在可不是清朝末年 其实大家应该明白一点 这种两天的访问 不太可能拿出什么实际的成果 布林肯要完成的任务 就是要跟中方一起 根据上次维也纳会晤的规划 为下一阶段的外交活动 不管是密集外交也好 还是更高层次的会晤也好 做进一步的具体安排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不管是唱戏 还是打拳击 都要先搭一个台 至于说美国方面对中国是要放低身段 还是施加压力 我估计两种情况会同时存在 比如 中美现在都需要拉动经济 那么美国原来那套贸易战脱钩的策略 已经证明了对美国自己打击也太严重 所以未来美国政府可能不得不在商业利益面前 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 再有军事方面 美国对中国没有本质优势 尤其是在西太平洋 美国也感到中国发展带着压力 那么这几天 美国民主党还在抱怨 美国现有的远程隐身反舰导弹数量严重不足 要扩充四到五倍 才能有效应对台海危机 因此美方现在也提到 必须建立沟通机制 避免误解误判 避免陷入真正的冲突 再有台海问题 台湾问题 还有俄问题上 美国肯定会继续施加压力 比如他们会坚持说 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但是还会说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 改变现状 并且还会持续要求 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等等等等 对美国呢 我们现阶段还是要谈的 爆发全面战争或者冲突 其实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当前主要外交政策 是团结中东 转化欧洲 防止美国利用其他国家 与中国的矛盾 实现美国对中国的孤立 而我们一定要对美国实施反孤立 所以这一轮中美外交博弈 可能会比以前更加注重策略性 并且呢 要通过其他领域的努力 在谈判桌上 增加自己手上的好牌 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马斯克来华 被三个部委连续接见之后 美国微软公司的CEO 比尔盖茨14号也到中国了 并且这次他得到了 更高规格的接待 是跟中国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 这就明显是中国政府在鼓励 美国工商业在华开展业务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态 说明现在中国面对美国 注定要重新回到当年 打击一部分 团结一部分的老策略上 这个策略一直是行之有效 工商业资本呢 是美国真正的决定性的主导性力量 如果拉拢美国多数工商业 不希望跟中国对抗 那么美国的政客也就必须服从 否则很多地区的那些政客议员 甚至会失去竞选的资本 因此就不难理解 这次会见比尔盖茨的时候 中国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 这就是表明了 我们将绕开美国政客 从民间关系做文章 这叫做源头管控 也叫釜底抽薪 所以外交斗争 总是尽可能的要把冲突跟风险 引导到对方的内部去 给我们自己增加层楼空间 不仅仅是美国 其实对日本对韩国 还有对付欧洲内部 都有太多的墙角和缝隙 值得我们去挖掘 那么下面就要看 国内的宣传和舆论 是不是能够跟得上 中国政府的思路了 而且我们的宣传 舆论斗争 一定要学会去拆别人的台 同时防范 有人会偷偷的打着爱国旗号 拆我们自己的台 中文字幕——YK N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